加拿大蒙特勒挺巴勒斯坦 示威者跟警方爆发冲突 警方竹人墙喷洒胡椒喷污 没有想到有人趁乱投掷爆竹 两名持爆竹的示威者 立刻被警方压制在地 这场冲突的起因 也是警方清除大学内的挺巴营地 西方国家仍有零星的示威 而中东国家挺巴勒斯坦 集会盛大空前 从约旦首都安曼 到叶门叛军控制的法定首都沙纳 示威者高举步枪 一副要跟以色列跟西方国家 拼个你死我活 但是仿佛狗废火车 以色列的态度非常强硬 总理纳坦亚胡突袭式 抛出新的停火条件 在开战前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借到以色列进入加萨 通常没有太多限制 纳坦亚胡打算限制持枪者 不得进入加萨 名义上是担心武器走私 但是变相限制巴勒斯坦的迁徙自由 仇恨无止境 先前获释的以色列人 至接受CN专访 回忆恐怖的八个月 我真的很害怕 他把我脖子取了 我明天 明天 你 我会拍摄你 我会死你 仁智认为哈马斯就算有给食物跟水 也只是把他们当作谈判筹码 互杀他们不是因为联名 邱宇辰这么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